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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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是一個動作慢吞吞的小孩 吃飯時東看看西看看 過了好久都還沒吃完 乖乖穿衣服也慢吞吞 從早上穿到中午才穿好 乖乖想上廁所時也慢吞吞的 所以常常尿褲子 媽媽 我尿出來了 星期天 乖乖本來要去動物園玩 結果慢吞吞的沒趕上公車 還對媽媽生氣 今天 乖乖和朋友們約好去公園玩 但他還是慢吞吞的穿衣服 慢吞吞的準備東西 乖乖等到快遲到了 才急忙的穿衣服 媽媽搖搖頭說 每次都慢吞吞的 什麼時候才能快一點 乖乖出了門 才發現忘了帶水壺和小熊 又再跑回家拿 嘿 沒想到乖乖晚出門 還最早到公園呢 乖乖笑著說 慢吞吞還是可以第一個到 他到底怎麼都很平安 你看快來了 怎麼還是沒有人來 到底在哪裡啊 他們是不是忘記了 花花是不是因為媽媽說她收好玩具 才能去公園玩 但是花花慢吞吞的不想收拾玩具 毛毛是不是還在慢吞吞的吃早餐 如果東看看西看看 吃完也沒時間去公園玩了吧 遠遠是不是還躺在床上 滾來滾去的不肯起床呢 客客是不是洗澡慢吞吞的 又脫光衣服玩玩具 所以發燒不能出門呢 乖乖在公園等到快天黑 肚子都咕嚕咕嚕叫了 乖乖決定不等了 要回家吃晚餐 乖乖回到家 剛好是晚餐時間 可是餐盤裡空空的 什麼也沒有 乖乖去廚房問媽媽 媽媽 飯煮好了沒 我肚子好餓 沒想到啊 媽媽做晚餐慢吞吞的 咖哩還沒煮完就滑手機 青菜炒一半就去看雜誌 但是湯還沒煮就去看電視了 所以啊晚餐還沒煮好 乖乖等到好餓好餓好餓 天啊慢吞吞真的太可怕了 啊 乖乖嚇了一大跳 原來是做夢 她起身跑去找媽媽 哇 乖乖走到餐廳 聞到早餐的香味 原來媽媽沒有變成慢吞吞 媽媽開心的問 寶貝早安 怎麼了 乖乖說 從今天開始我不要慢吞吞 要成為動作筷子的乖乖 好餓 爸爸也笑笑說 好棒喔 今天影片拍攝的繪本呢 是乖乖慢吞吞 同樣也是台灣本主作家 陳志遠老師的乖乖系列 這本書呢又很有創意的方式 幫助小朋友換位思考 想想看如果家裡面的媽媽 變成慢吞吞的話會怎麼樣呢 我想應該會天下大亂 所以很推薦大家讓小朋友 一起看這本書喔 希望大家會喜歡 拜拜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喜歡並分享 還沒有訂閱的人很快訂閱喔 謝謝收看